夜宵时间到 今天晚上是吃的羊蝎子 然后还有煮的菜 就用羊蝎子汤煮的炸腐竹 还有宽粉还有白菜 然后这个是酵 这个是饮料 电视都没有打开 没有来得及 我今天准备的比较多 最近有人私信我说 建议我不要吃那么多夜宵 对身体不好什么的 其实没关系的 你知道我一直遵循一个 八小时吃饭法 就是你所有吃饭的时间 不管是几点 只要集中在是八小时以内 就可以了 我的夜宵其实是我的晚饭 我基本 我每天大概都要 下午三四点吃 我这一天的第一顿饭 一般都是四点或五点吧 吃一天第一顿饭 然后一直到晚上 所以反正做戏还是蛮不正常的吧 我知道了 知道大家关心了 啊 太香了 这个炸腐猪超棒 这个是我 点的 葱舟的一家 我觉得 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家羊蝎子 点的泡腿 我点的是一个小份 我准备 吃剩了 明天刚好是周六 然后 再吃一顿 还可以用这个汤煮面 直接好吃 我煮出来有一会儿了 然后凉了凉 还不是很烫 这家羊蝎子开了很晚 我们经常晚上下班回来一起去吃 大家还很便宜 主要是味道不错 我看见有人说 鸡腿啃的不干净 这个我已经尽力了 鸡腿啃的不干净 鸡腿啃的不干净 鸡腿啃的不干净